大家好,我是Dan Skirpa是MNET推出的女高中生街舞竞赛节目 简单的说就是超红节目 Skirpa的女高中生版本 因为Skirpa的所有队长以及几位成员们 都以导师出演这个节目 而女高中生舞者们的实力也是相当好 所以Skirpa的人气收出力也是非常高 但是在昨天播放的第五集内容 却引起了观众们的愤怒 刷爆了韩国各大论坛 导致高中生舞者关闭了IG Twitter账号 该内容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意味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首先,昨天的禁言主题是K-POP创作舞蹈 参赛的12个舞团利用一级NCT、Litch、Mustax等的歌曲 创造新的舞蹈一对一比赛后 最终挑出6组进入决赛的形式 但是比赛有个条件是 必须有一个交换舞蹈的部分 也就是说,两组对决的舞团需要各自给对方编一段舞蹈 我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下 比方说,我们本来是擅长跳这种风格舞蹈的团队 但是对方舞团给我们编了性感舞蹈的话 大家理解了吗? 总之,这个比赛的目的是 可以展现自己团队的编舞能力 也能让对方舞队展现出 与自己平常的风格不一样的一面给观众们看 但是在昨天,以舞团拉奇卡为导师的克鲁西队 给YJS为导师的Squit队的舞蹈部分 引起了观众们的指责 首先这是拉奇卡克鲁西舞队 将自己编的舞蹈表演给对方的片段 非常杂乱,动作也不起 最重要的是,后面还加进了 行我斜行们常常跳的螃蟹舞 不是应该要给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板都能跳的舞蹈吗? 然后,现在因为走位都很乱,看不清楚 对,那个走位就是亮点 在开玩笑吗?我们只能想到这句话 队形都很乱,动作也不起 甚至在编了这种舞蹈后,也没有想要好好教他们 不要告诉他们太多,不要告诉他们太多 我不太会转那个 只要用心转就可以了 因为我也是练了一年才会的 然后,明明都没有好好教他们 却在中间评价的时候,指责他们没有练好 那动作不该是抬起臀部吗? 就是这个动作 因为抬不带臀部,难度会差很多吧 但是他们却没有抬 你们现在没有抬起臀部 那个,在你们给我们的很多影片中 有抬的部分,也有没抬的部分 如果有有台的部分跟没台的部分的话 因为是我们编的舞蹈 不应该要向我们再次确认吗? 那能给我们再示范一下吗? 但是我们不是配着音乐 只是按照牌子编的 我们会帮你们数牌子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吗? 不是,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因为我们也没有想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虽然在后面的采访中 Klush有说过是没有恶意的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觉得 为了胜利不择手段 还故意给对方奇怪的舞蹈 是非常没有风度的行为 然后在正式对决的时候 YGS的Squid虽然将这个舞蹈 非常帅气的表演了 但是最终还是输给了 Lachika-Klushy队 在发表结果的时候 主持人康丹尼尔问了他们 那Klushy是以什么样的想法 给Squid编了这个舞蹈呢? 首先,观众们看到我们的话 会先想到微笑 所以就编了可以微笑的舞蹈 哦,说得很好 然后我们将我们各自准备的 只有我们才能展现的特别动作 给了Squid 然后在发表结果确认胜利之后 现在有什么感想呢? 其实我们也是在给了交换舞蹈部分之后 心里想过 这样可以吗? 有点 有点不好意思 真的很抱歉 谢谢你们表演得这么好 我们一起努力了 谢谢你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再怎么响应也应该要公平的竞争吧 因为看了所有过程 所以在看到后面哭的样子的时候 真的感觉很不好 赢了所以会流泪道歉 输的话应该不会道歉流泪的 不想连孩子们都骂 只是对Lachika太失望了 不要再用什么年纪小来护好 那别的队都不小吗? 都一样是高中生 不要再说年纪小了 比起给了那种舞蹈动作 在过程中 Krush说的话跟行动才是最过分的 实力那么好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呢? Mnet带着高中生 故意想要惹出这种争议 真的是非常恶劣 然后因为当天也播放了 舞者Honey姐对自己的高中生舞队说的这段内容 我希望能进行漂亮的竞争 互相照顾的 比如说 如果你们给他们高难度的动作 像YuNiMe这样的动作的话 他们短时间内饰做不出来的 那样做的话其实跟你们的作风也不配 比赛虽然也很重要 但不管怎么样是一起用一首歌来完成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作品本身上了 给大家说明一下 Break Ambition这个舞团 是女高中生Breaking舞团 所以如果只为了胜利 在舞蹈教科部分放进几个高难度动作的话 对方队一定会很尴尬的 因为内容对比很明显 所以争议就变得更大了 而目前因为很多网友们都到高中生舞者们的IG留酸言 所以有两位关闭了IG账号 一位关闭了Twitter账号 然后在发表完结果之后 我有话要说 竞争是需要走在前面 但不应该是扯别人的后腿 需要用自己的实力站上去 我现在看到有几个队是在这样 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开玩笑 但是对某些人来说 却是在拼命的 如果对方觉得没关系 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些孩子们非常认真 不是有这样的话吗 就算你是开玩笑 但是对方不觉得是开玩笑的话 这就不是开玩笑了 带着学生们做这种节目 就是需要有Monica这样的人 Monica像火和你姐像水 终于知道两个人为什么关系这么亲近了 真的太帅了 对于斯格尔帕的没风度舞蹈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为了胜利不择手段 大家又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快要忘光日文的餐 我想问一下 日本也有卖土耳其冰淇淋吗 有的 路过的话会说 要吃吗 抓不到吧 应该会用日文说吧 日文 因为是九年前 要抓到啊 用日文怎么说呢 要抓到啊 需要这么考虑吗 住海外很久的话 真的会忘记自己的母语 每个国家的说法都不一样 所以有些话不能直接翻译 有时候外国朋友问我用韩文怎么说的时候 我还回答不出来呢 Sana太漂亮太可爱了 可可 看她笑得超美 可可可 总结一下就是 Sana生日快乐